材料清搭,鸡蛋蛋壳约有10克个,4克,色拉油50毫升约46克,无糖酸奶,我用光明健能,85克,一斤粉70克,细砂糖60克,原方70克,我用市售酸奶,所以减糖了,柠檬汁几滴,准备工作,蛋白和蛋黄分离,蛋白盘放入冷藏室备用,低粉过砂两次备用,色拉油倒入容器中, 再倒入酸奶,用手动打蛋器,将两种混合均匀,删入低粉,手动打蛋器刮一次,混合至无干粉状态即可,切记不要刮圈,避免洗净,办好的样子,不要差异,就是这个样子的,蛋黄加入面糊粥,用手车刮一次搅拌均匀,如果有颗粒,用刮刀,压即可,得到细腻的蛋黄糊,放一边的用, 这就是所谓的后蛋吧,开始预热烤箱,设定170度,蛋白加几滴柠檬汁,分三次加糖,先高速后,转低速打至中性发泡状态,一起打蛋头是小门钩的状态,人方是打到干性的状态,分三次混合蛋白霜和蛋黄糊,第一次,取三分之一蛋白霜到蛋黄糊, 用手车划一次拌匀,第二次,再取三分之一蛋白霜入蛋黄糊盆里,用刮刀切拌均匀,切拌的时候注意要低的用橡皮刮刀,从底部充分拌拌,以免蛋黄糊残留在盆底,第三次,将蛋黄糊倒入生下的蛋白霜盆中,刮刀切拌均匀,分好的面糊应该是浓稠, 进行为消炮的状态,将面糊从高处到入膜之内,让面糊自然地铺百元八九成,然后用刮刀刮平表面,入炉前用刮刀,引底部再轻炫一圈,军员分布面糊方位和去气泡,入炮箱先震出打气泡,炮箱预热,170度,中下层45分钟左右,上表面上海了,注意及时盖锡纸啊,要不烤焦了,急后了, 或者硬了就不好吃了,出炉正去热气,马上倒扣,完全晾后一般做好我都放一板上,第二天脱模,徒手脱模,脱模后切片享用吧,清爽绵软,是这款戏风最大的特点,吃起来不腻,喜欢15厘米中空加一个彩维加4侧加高模具炉内照,一次做一个怎么过瘾,至少两个一起做,又是两个一起做的图, 或者做成小纸杯蛋糕,配方能做20个大号纸杯,小贴士,这里有几个小妙招供大家分享的,最好用羊鸡蛋做戚风 土鸡蛋蛋白太少,效果不佳,二做戚风,要不要用橄榄油,花生油等有味道的液体油,一般我用玉米油 三,打发蛋白的盆,必须无水无油无蛋黄混入,大胆气的头,也要不沾油水,不然蛋白很难打发,蛋白打发至介于湿性至干性之间中性会更加Q润 蛋糕糊入模具后,最好往模具四周抹一下,这样可以浇到面糊的盘腹里,做出高耸,不塌陷的气风,出来的时候最好摔一下膜,震掉热气使蛋糕底部的水蒸气减少,减少回缩 七,中空气风就是要开练,还够蓬松,香,好吃,法,后代法推荐